这么激烈的鼓劲加油声 大家拔河呢 据目记者说 当时这辆大公交车正右转弯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走半马线要过马路 也不知怎么的 这人就卷公交车底下了 然后就听见旁边有人 嗷啦嗷一嗓子 哎呀妈呀 压到人了 就这一声 公交车一个刹车就停那了 可这时 女孩的腿 已经被公交车的右前轮 死死的压住 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就这功夫 好多人已经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只听见有人喊了一声 男同志们往前上 大伙一起帮忙 抬车救人 几十名好心人在交警的带领下 拼命抬车 努力给被困女孩争取一点时间 这时 救援人员和120都已经赶到了现场 在大伙的努力下 从发现女孩被困到成功解救 过程仅用了九分钟 目前 受伤女孩经过初步诊断 是膝盖有骨折 下肢尚无知觉 但无生命危险 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就算了解了发生了一步调查处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